宇宙中我们最冲动 比优势比较明显的 羽毛球是我从小都有打开的 虽然是不是说很厉害 但是比起游泳 比起篮球 我觉得它算是我最厉害的 最擅长的运动 最擅长的 我觉得我没有擅长 最擅长的就是篮球了 羽毛球和游泳相对来说 还算比另外两家会好一点 因为我小时候中学的时候是游泳队 这个东西我熟悉 不管成绩好坏 几位明星在提端了以后 心情都是极不错的 尤其是李志廷 接受记者群访的时候 嗨到根本听不下来 自从踏上真人秀的不归落 李志廷离高冷偶星的形象 真的是越来越远了 究竟是什么瓦解了他的偶像包袱呢 他是过健身然后得了多动症 因为健身而得了 他是电控 就是精量电视他不会停的 有光的地方他就能电 听见了吗 我不会停的 既然是健身狂人 他在微博放言 自己八块腹肌 人鱼线马甲线都准备就位了 那就来晒一晒吧 我可以摸你 我就是 掀起来 我可以牵起来吗 我可以牵起来吗 掀起来 不是 for the record 荣佐刚刚说我可以摸你 不是不是 我是说我可不可以停 别牵了 可以吗 我尴尬 为什么一二再再二三的 遮着掩掩呢 童话里的八块腹肌都是骗人的嘛 李志廷的身材到底是不是和大家想的一样呢 对于这个真相 哥哥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其实呢 我觉得 李志廷身材是很不错的 志廷他练得更精致 我觉得 他那个体脂含量特别低 所以他那个筋肉的形特别好 有比我身材好的 志廷他身材非常的好 他是健身狂人嘛 他每天都锻炼 八块腹肌 大胸肌 二头肌 拱三头肌 都非常的完美 既然身材是公认的好 那为什么李志廷在花样姐姐中 难得的游泳机会还穿着汗衫下水呢 冷啊 志廷姐姐不一样 他那个 局部性皮脂比较高 所以就可以保暖 有这个保暖的作用 真的是聊不下去了 不过如此说来 你对自己的身材很有自信咯 我斗胆跟孙娘比了一下人鱼线 然后他就 把我惩罚了 我不知道 大概跟我比人鱼线 不是个福尚 叫你嘚瑟 报告教练不仅有四位教练 六位明星作为看点 每期还会有神秘嘉宾助阵 媒体探班的那天 就惊现蒋进夫和林书豪 在那么多神秘嘉宾中 被提及最多的就是 某位男神中的男神 我印象最深的 应该是谢霆锋吧 对 我二舍五下 没办法 我觉得 霆锋 就没见过 突然觉得好帅 就是那种 突然我的少女心出来了 从来没有这么欣赏过一个男的 真的是 真的是够了 印象最深刻应该是第一期 谢霆锋吧 因为可能小时候 每天应该起床的第一首歌 就是他的那个音乐 所以 完全就是我偶像 那个时候 长发飘飘 戴着大墨镜 哇演唱会 帅呆了 苦逼了 然后当我见到他 真的是 我当时很紧张 我一直在想 应该通过什么方式 然后去和他打招呼 最后还是很猥琐的 然后默默的 然后去周冬和他 先握了一个手 谢霆锋 你那么帅 你自己造吗 因为你 小偷一开始期待 七月中旬上线的报告教练了 男神们 用人欲献来羞辱我吧 rei 9 9 10 14